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如果发生地震 低楼层与高楼层到底哪个更安全呢 其实说哪一层更安全就没有绝对论的 因为地震也是分阵级的 一般情况下 地震级数无论大小 危害性都是滋上而下 由内而外的 简单来说 就是越往上 越靠外强 地震所产生的位移就越大 不过如果地震级别较小 按照现在的设计标准和建筑方式 新建的高层建筑大都满足大阵步道 中阵可修 小阵不坏的原则 对于小地震是基本上可以承受的 一旦地震级别超过了建筑物的承受能力 如今高楼大厦都是钢筋水泥做的 大部分的楼层都会倾斜倒塌的 这样来看 住在底层的人逃离几率会更大些 毕竟大楼从中间折断 对下层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可以趁着这个时间跑到户外较宽固的地方 但逃跑路线非常重要 稍有不慎就会被坍坍的房屋砸倒 如果遇到实际地震 超出我们的建筑抗震设计最高上限 那么建筑是由下而上倒塌 此时无论哪个楼层 释放的几率都是基本为零 只有跑得最快的最安全 总之就是低层好跑 高层好挖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